十七,香港經濟日,環球經濟主導美股走向 2015年9月5日投資理財B02國際金融解碼器近日美股接連下跌 有市場聲音將責任歸咎於聯儲局將於9月加息 但官赴美國聯儲局自8月20日公布議息的會議記錄 當中首次提到對中國股市下跌的擔憂 由提及到美元轉強拖累出口、環球商品價格匹約等多重因素 由於當時並未發生中國政府主導人民幣貶值 導致環球股內聽以後震的重大事件 因此紀錄院教市場原先預期偏格 數據公布後美股一度倒升、其後轉跌 以表明市場對加息關主大幅淡化 據資家個商品交易所 新近的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 至聯儲局8月20日以來 交易員不斷下駐聯儲局會將9月的加息機率 然後直至27日WTI其猶協淡大舉反攻 至29日彈升至近26% 推動市場通脹月期向上 財建明顯反彈 將5年期國債知識減許相同年期的美國國庫抗通脹債券Trips 最能反映通脹月期的5年期美債平衡通脹率 Break-even rate 由7月前與美股情負相關 至近日情高度相關 建富途 顯示市場由原先憂慮通脹提高 會令聯儲局提早加息 通脹與股價情負相關 即通脹如升 股價如跌 到近日商品及原有價格協高 通脹預期如提高 股價如升 情證相關 顯示市場的憂慮已明顯轉為經濟方面 新興市場危機承轉力點由富途可見 通脹與股價相關度逆轉之時 自7月 正是中國領頭 新興市場開始爆發危機之時 反映自7月開始主導股價升跌的最大因素變成環球經濟 特別是新興市場的貨幣貶值墊及經濟可能衰退 由於非農業數據差過預期 在經濟主導的前提下 投資者而先忍手 待下一波較好的經濟數據出台再買入美股 nggak呢? 最後一見 還是衝enden 現在先熱 真正是 真的 最多了 這個 融合 我 我 我們 我 我們 我